一名39岁的新加坡武装部队正规军人 在克兰之军营完成自己的体能训练后感到身体不适 早上8点半被送往军营中的医疗中心 20分钟后他在清醒的状态下 被救护车送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但却在途中突然心脏骤停 医护人员立刻失救 救护车早上9点10分抵达医院 男子在上午的10点58分宣告死亡 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向已故军人的家属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武装部队也在协助家属度过这段悲伤时期